第五个呢我们来看今年有钱人超级富豪 他们都在投资什么 哦答案出来 他们都在投资能源 所以根据UBS啊 这个他将近一半的他这个超富 就超级富豪里面呢 就是说他们对能源是觉得最有潜力的 另外也看重生物技术 制药跟软体啊这几个领域 但能源呢是最最重要的 为什么因为呢 俄乌战争啊传统的能源大涨第二个新能源 那像我们看到印度的这个煤王叫阿达尼啊 就压宝这个绿色能源 所以他今年的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的这个富豪 以前的话都是一些IT的富豪 脸书脸书掉的很厉害啊 像亚马逊也掉下来了 像Google呢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都掉掉掉掉下来了 特斯拉也掉下来了 能源能源是未来 那我的观察呢就是第一个 这是俄乌战争绝对搞搅乱了全球能源的一池春水 第二个资产会重新的配置 第三个呢很厉害的 股神巴菲特也是靠能源赚钱 剪别音乐 一会见 一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